太空研究历史上唯一绕行土星多次的太空船卡西尼号 虽然早在2017年9月中旬就已经坠毁于土星了 但是它在任务的最后阶段 传回地球的土星极光影像 到现在还是让科学家难以解开的谜团 经过长达六年又九个月的飞行 卡西尼号从2004年开始进入土星轨道 成为第一个环绕土星的太空探测器 直到2017年9月15号中断讯号为止 它总共环绕土星294圈 拍下超过45万张的土星本体 以及土星环的影像 其中在它任务的最后阶段 也就是2017年4月下旬开始 卡西尼穿越土星环并且接近土星本体 当时所拍下的土星极光影像 在任务终结两年多后的现在 仍旧让科学家们难以解开谜团 却也使得研究人员津津乐道 地球的极光是太阳风粒子 撞击地球磁场所产生 在高维度地区可用肉眼看到 变化多端的光影变化 土星的极光虽然也在南北极附近发生 但本质上却属于紫外线 必须特别处理后才能像这些照片或动画 让一般人的肉眼看得见 尽管过去也有哈勃望远镜拍摄过土星的极光 但这些极光的成因到底如何 科学家到现在还无法解答 由美国与欧洲太空总署 也就是NASA和ESA合作 总计27国参与的卡西尼计划 包括首度绕行土星的卡西尼号 以及登陆泰坦卫星的惠根斯号 在两度延长前后一共是三年多的任务期间 找到了六颗 后来由科学家命名的土星卫星 飞越这些卫星的次数达到162次 研究范围涵盖土星本体以及大气层 土星环以及各个卫星的结构和动态 不过按照各国太空研究机构的时间表 对于太阳系较外侧的行星 未来十年内的重点是放在木星 包括绕行木星 以及围绕木星的几十颗卫星 至于土星 下一次登陆泰坦卫星的太空船 至少要等到2034年才会上路 记者许家日报道